最重要的是 华为情统区域 在国外的破崩是 交易 华为团队 把工具抑制空间的工具 被毁灾呢 我们却一直排在人商 的借用器 保护包装 我们在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系 理想是要为人类服务 不是为金钱服务 当你看 ICT and technology 30 years 它是像狗年 30年是120年 在不同的业务 如果你看到技术率的领域 在100年里 它是增加了 当我看保障 你必须把保障的领域 从客户的视频 我们认为保障 是要保障的领域 保障的领域 保障的领域是一种团队 所以我们所有的业务 都会有一个业务 因为我们专注于客户 而只有客户 我们要领导自己的领域 我们要领导自己的领域 华外过去的创新 实际上是基于客户需求的创新发明 下一步怎么办 必须有理论的突破 以及基础技术的发明 只有这样 我们这个产业才有发展 更多的机会和财业方向 我们只挣了钱不给股东 也不给员工 我们给客户 就是这些 一个是投向未来的科学研究 一个是为客户福利精神 我认为5G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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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改善于人们的生活 为了好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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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ized factory, autonomous driving. There's many many new aspects that we're aiming to satisfy with 5G that goes way beyond the personal usage and that's what's so exciting about the science. 大家知道 5G 实际上是一个小儿科的产品 5G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支撑系统 因为它有低血的优点 如果人工智能应该从正面来看它 会创造极大的财富,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拖拉机,它就24小时耕地 它也不需要人管它,它24小时耕地 对吧,它不良食就做多一点嘛 第二点,有些困难的地方人都不想去 人工智能拖拉机就耕地就行了 Huawei is attractive because of its technology because it's entrepreneurial it's got capacity for 5G that no one really in the world has it's supplying every part of the process 说我们从芯片到系统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担负起来这个东西 在这个网络连接这个设备上 这个就是包括传送啊 包括接入啊 包括核心网啊 我们可能长期数在世界领先地位 so what will the future hold for Huawei I think that's a important question not only for the company, for the founder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等到全部都5G化以后 信息的这个价格就会降下来 这样是让农村的孩子啊,贫穷的孩子啊 他都有条件能在网上看见这个世界 那就会提高他们的素质 提高他们的素质 他们将来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增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